樱木有哈密集回答你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樱木 欢迎大家私信向我提问 今天回答下话有狂野战狼的问题 他说你好 法师叶子发黄是怎么回事呢 我刚好搬了一盆 我自己养了法师过来跟你说一下 这个时候分情况叶子黄 如果说你家的法师是什么 是这种底部里面的叶子黄 那是正常的叶片代谢 没有关系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他法师的叶片是一层一层长的 外面的最外面的这层叶片 就是他最老的叶片 最先枯萎的就是外面这一层 叶片自然代谢是正常现象 不用担心 但你如果说出现大面积的叶片 发黄发黑 这种现象出现了 那就是有问题了 大概率是浇水浇多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法师 他不能够浇太多的水的 毕竟是多肉植物 你不能把它当绿植来养 水是宁少物多的 不是宁多物少 是宁少物多 情愿少浇也不要多浇 最好浇水方法是等它干透以后才能浇水 如果盆土是湿的千万不浇 很简单的技巧 拿手伸进去摸一下土 土是干的就浇 土是湿的就不浇 就这么简单 保持这个浇水习惯 那很多花友做不到 他经常是水土是湿的 他也不会去摸 直接就往里浇 湿土你有浇水 那一积水一浪根 这叶片大面积就枯萎 发黑了 好不好 注意这个问题 此外法师是启阳植物 你不能长期养在室内的 一定要搬出去晒太阳 像我这个是常年养在户外晒太阳的 你如果摆在室内阳 叶片照样会枯萎会涂长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晒好太阳 浇水一定要注意干透才能浇 谢谢大家